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末宅在家里玩手机 不经意间刷到了老同学小凡的朋友圈动态 照片上的他站在东京塔下 开心地对着镜头大笑 清爽俐落的奇儿短发 优雅得体的秋冬系装融合穿搭 在华灯初上的东京夜景中 美好的如画豹一般 学生时代的他与现在判若两人 那个时候他总是戴着黑矿眼镜 厚厚的刘海挡住了半边的脸 一年四季都穿着校服裤 成绩中等偏上 在班里没有什么存在感 同班同学有时候甚至会忘了他的名字 而现在的他则以开挂般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事业中 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贴心至极的另一半 以及认真打扮后越来越出众的外貌 李宗盛曾经说过 人一生中每一个经历过的城市都是相通的 每一个努力过的脚印都是相连的 他一步一步带我到今天 成就今天的我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那些人生像开了挂本的女生 背后都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二月初 男神韩庚在34岁生日当天 发微博高调公布了恋情 而他的女友就是战狼二中 饰演原非一生的混血女演员卢靖山 不但颜值高 身材好 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级人物 看了卢靖山的微博和访谈 发现他的日常简直就是当代精致女生的修炼手册 每天不管有多忙 他都要抽时间运动 跑步 跆拳道 射箭 拳击 冲浪 无所不能 而在饮食方面 卢靖山更是自律到极致 每天早上自己榨一杯蔬果汁 材料是有机胡萝卜 苹果 生姜 不但清肠还能提供能量 坚持素食 坚持喜肠 排毒 尽可能减少食物给身体带来的负担 他曾在访谈里说过 好身材其实是70%的饮食和30%的运动 少吃一些有防腐剂的食物 少吃一点甜食 多吃些健康的纤维啊 多喝水啊 你的身体自然就会感到舒服 也自然能够变得健康 正是日复一日的自律 让32岁的卢靖山一直保持着苗条匀称的身材 诱人的马甲线赏心悦目的大长腿 只是一个女生 也不会允许自己糟糕成某种样子 每一个不自律的行为都只会让自己离理想的状态越来越远 每一个开挂的人生背后都是扎扎实实的努力和付出 在抖音上曾经看过这样一个视频 素颜 睡衣 看上去比路人还路人的小姐姐们 用毛巾将镜头一挡 下一秒突然转变了画风 有的变成欧美范的酷垢 精致深邃的妆容让她气场全开 有的变身为妩媚动人的气质美女 好看的让人移不开眼睛 每个女人都可以是钱力骨 我很喜欢的一个美妆博主曾经说过 上帝赐予你的外貌是一张白纸 你可以在白纸上绘出你喜欢的模样 活出自己的样子 真正的自信不是说必须不修蝙蝠 不化妆 不打扮 不护肤 不洗头 素颜朝天 展露着一脸青春痘出门 还觉得自己特美 而是自己敢于以自己的喜好 打扮自己的身体 选择自己的生活 主持人杨岚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说自己在国外留学期间 曾经因为穿着打扮被面试官鄙视 被房东太太赶出家门 当她披头散发 在睡衣外裹上大衣冲进一家咖啡馆 坐在她对面的一位英国老太太 手写了一张便签给她 上面写着 洗手间在你的左后方拐弯 在国外衣衫不整 不注重打扮 是一种不尊重自己 不尊重他人的表现 当杨岚从洗手间整理好回到座位上 那位老太太已经离开了 只留下了便签上的一句话 作为女人 你必须精致 这是女人的尊严 这段经历让一直认为能力才是重要的她 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没有人愿意通过你邋遢的外表 了解你高尚的灵魂 而当她开始注重自己的形象 生活和工作也开始变得顺利 自己要变得美好 世界才会温柔以待 我曾目睹了朋友圈中一个女王的蜕变历程 一个暑假的时间她瘦了20斤 用的就是最笨的方法 跑步加过午不时 瘦下来的她并没有安于满足 宿舍没有条件做饭 她就买了个豆浆机 保证自己每天都能摄取充分的粗粮和水果 吃完饭就靠墙站立半个小时 以矫正自己的站姿 养成11点准时睡觉的习惯 睡前一小时不玩手机 只看书 跟着时尚杂志学穿搭 写穿衣心得笔记 学会了如何逃到评价 却最适合自己的衣服 在B站上看美妆博主的视频 一次次尝试 慢慢摸索出最自然 最贴合的妆容 女生变美这件事 真的是需要付出十大十的努力 查理芒格说过 想得到一样东西 最可靠的方法是让自己配得上它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只有将时间花在磨练自己 从身体 精神 心智 导弹人处事四个层面 才能增进个人产能 累积其他修养的本钱 日本作家钟谷昭章 曾为年轻女性 写过这样一句话 在人生的道路上 为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而竭尽全力 饱尝心酸和痛苦的人生 才是魅力的人生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在漫长的岁月里 你是否为自己的生命里 注入了新的东西 还是依旧浑浑噩噩 羡慕着别人开挂般的人生 自己却不肯付出努力 当你看时变得更好 也许你眼中的世界 真的会变得不同 共勉 那好了 今晚的文章分享 就是这样了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和我们一起 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应由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was without hopes or dreams I tried to duck and then I scream but you saw me through walking on a path of fear I see your faces everywhere I see your faces everywhere I see your faces everywhere As you melt this heart of stone You take my hand to guide me home and now I hear there I see your voices everywhere 但我看到他们废认 的听话 刘所有孩子 我有一定的开放 这期日 身你的 sword 深处